傑索 這張可以 非常可以 恭喜你得到了一張 有穿衣服蝴蝶人的照片 我們終於買衣服囉 好 會穿衣服的對不對 今天的話跟大家錄這個小小的有像工作後的花絮 我們今天現在這個地方是 我們有穿衣服對不對 所以可以跟人家講學校的名字囉 這樣是不是 我們有穿衣服嘛 對不對 所以學校的名字可以大方的講了 這就是成功大學 例行校區好不好 我們穿著正常的鬼殺隊的衣服 對不對 沒事 對有什麼好怕的呢 對不對我們有穿衣服啊 我們在學校裡面照相啊怎樣 是 那 就 今天拍的是鬼殺隊的蝴蝶人吧 那這預計的話應該是我們 應該是預計是我們五月份才要推出的寫真集 那 就是 因為 接下來的天氣會越來越熱 越來越不適合外拍 對 雖然我們每次都會有一部分的劇情是在 對不對 是在室內或者是 就是 汽車旅館裡面拍對不對 可是還是會有到外面取景的劇情 那我們就提早把五月份的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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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其實最主要跟大家 這部這段是跟大家講啊 我們那個 三月份 三月份 預計要推出的是 白油開著的那個 對 跟大家說一下 Ada的寫真 對 然後 因為 其實今天是二月二十六 二十六號 二十六號 其實我們 其實我整個製作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兩個人都已經 搞件都已經看完 對 就只差 各位 對 付錢 哈哈哈哈 我們就可以把產品 送出去了 送出去 然後就 因為Ada這一本的話呢 發我們的時間算是比較久 除了有這個 就是一部分的這個 就是大家喜歡看 室內 對 你們都喜歡看 但是我還好的那種 對 那種照片 還有外拍 對 那因為去的地方是 橋頭藏長 裡面是 地形比較 比較陰暗 而且比較微型 所以我們 我們這個 米卡 這次是犧牲比較大 對不對 上山下海 對 黑絲襪都 爬高 黑絲襪都破掉了 對不對 對啊 是勾破的喔 不是絲破的 哈哈哈 沒有 你不講沒有人會去懷疑 那種絲襪怎麼破 我只是告訴大家 有破掉的黑絲襪可以看 嗯 那就 就 主要就是給產品 新生產品曝光一下吧 好不好 那 這個我們這一次 今天拍的是 蝴蝶人 預計是五月份的書籍 但是呢 嗯 如果說 AIDA這本賣 如果 如果我這一部分 我這一部分 就是 因為米卡他自己也有 他自己也有 他的粉專在買 那因為我這個節目 是對我自己的觀眾群 如果這一次 如果說 能夠賣超過一百本的話 對 那我們就 提前 五月份 對 因為五月份 詢問度是比較高 對 大家一直希望我們 去破壞一些端莊角色的形象 我告訴你們喔 這個 我的觀眾可能大家 興趣比較接近 對 所以你們喜歡什麼東西 我大家都知道 嗯 那我們盡量推出你們喜歡的角色 好不好 那今天的話呢 就 那就謝謝各位 拜拜 那今天的話就跟大家 敬禮到這邊吧 我們就 其實天色也暗了 就到這邊 好吧 請大家就是記得我們三月份 一定要忘記這 OK 拜拜 好